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摩天轮如果以孩子他们看到在我们的市区或者一些景点 摩天轮他们也会觉得说一个好奇 然后你要让他知道说 在这个时候对你来讲代表人生的意义 就是希望你能够去思考说 我现在要进行到下一个阶段了 那我即将会有不同生命的阶段 我要怎么再去看待再去学习 所以我们的思考是这样子的 那请大家就是要往一个教育的正向意涵 因为教育都是鼓励正向能量跟正向意涵